得獎會娶 夏小姐 這麼快 這什麼毫不相干的連結 得獎跟生活上的事情 是兩件事 你們也在一起那麼久了 有討厭 學員 以往我們去年可能是三天 兩一二 但我們這一次兩天 所以我覺得有進步 在她面前 我想我們都是窮的 孫協志土和夏語通婚期進度 被天后版妹超高營業額驚呆 中間中間 橫跨YT圈 演藝圈 直播圈三屆 他們將搭檔最新開箱節目 發布會最大看點 就是看孫協志跟記者鬥法 主持人的話 上一次好像是一三年吧 同一個節目 今年又再入圍這樣 得獎會去 夏小姐嗎 夏小姐嗎 這麼快 這什麼毫不相干的連結 得獎跟生活上的事情 是兩件事啊 你們也在一起那麼久了 好 隨緣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反正該走到哪的時候 我們就 大概就身邊的幾個朋友 有跟我恭喜一下這樣 夏小姐有嗎 朋友恭喜一定有啊 你又很厲害 又繞到這 一直想辦法繞 那你們給協志建議哪裡 最適合的音樂又成績 我說這位哥 你不覺得這樣很辛苦嗎 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想辦法 往哪裡去 私生活就私生活啦 我不太喜歡 講自己私下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尊重 不要給我太多 有有有一點點 今年或明年 你建議哪裡最適合 辦婚禮 對 進入院 國外 我自己個人明年要去埃及 跟冰島 我覺得那裡會很好玩 我們都還沒去過 可以去啊 辦婚禮就可以去啊 去旅遊嘛 去旅遊 我跟導遊一起 導遊只帶著我一個這樣 你又很厲害 又繞到這 我一直想辦法繞 一定問不出什麼的 然後一定要問 在節目裡面找到了自己的未來這樣 是不是聽這個官方的 聽得很痛苦 哈哈哈哈 跟他們的搭檔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打從一開始 聽到製作人說的身邊的組合 我自己就蠻開心的 我就問了 現在在YT 還有誰比他們兩個更受傷 也讓我大開眼界 對於就是 有錢這件事情 哦 兩位都比哥有錢嗎 當然啦 開玩笑 我們很難問好不好 我說現在的主持費 再比起15年以前 主持費 當時跟現在是一半不到 他們也給了我很多新的刺激 對 所以我身邊 總不能一直就只是 都是王仁甫啊 哈哈 在他面前 我想我們都是窮的 哈哈哈哈 這沒什麼 這無庸置疑的 沒有什麼好糾結 第二有錢的應該就是Shine 沒有 妹妹要不要聊一下 你最近賺了多少 以往我們去年可能是三天 兩一二 那我們這一次兩天 兩一二 所以我覺得 有進步 反妹怎麼很願意來主持啊 這可能只夠你付計程車的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主持費用多少 這個我都沒有在意 我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反妹你自己都應該 都可以自己出錢做一個節目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都寫進去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相機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了 哇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